AI浪潮席卷全球 AGI概念涌现 通用人工智能会否颠覆时代 科技进步还是潜在威胁 人类如何与AGI和平共处 全球AI博弈百热化 竞争还是合作 人工智能未来赛局如何书写 网传中美AI专家多次密会 AI科技竞赛之下 中美将如何对垒 美方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限制 制裁打压中国企业 妄图遏制中国发展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我们必须找出 如何平衡这种各种危险 和在两个重要的国家 空间视角依览人工智能 发展现状 数据分析 看全球科技赛道谁占先机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今天我们尝试给大家解释清楚 什么叫人工智能 什么叫通用人工智能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就是缩写AI AI是什么呢 英文两个单词 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的智能 另外给大家讲什么叫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就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注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人工智能的时代 那么还没有到AGI 没有到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那么到底这两个是区别在哪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工智能就好像人放羊的时候 草原上放羊的时候 骑了一匹马 如果不骑马 你走得去放羊很不方便 骑了马以后 你改羊群就可以放很多的 因为你跑得快 比羊跑得快 可以很轻松地把羊给圈回来 但是如果你放羊的时候 你带了一条狗 这个狗就会按照主人的意志 主动地把羊群赶回来 这个狗就能理解主人的意思 它不要人工干预 它自己就可以把羊赶回来 所以通用人工智能 也就AGI相当于 你放牧的时候带了一条狗 而人工智能的AI 等于你放牧的时候 骑了一匹马 看看这种解释 能不能帮助你理解 这两种东西 因为狗是不要人干预的 但马必须要给它 拿鞭子打它 或者雷江神 它才知道你的意图 狗呢 不用你说 它就去赶羊家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回事 另外人工智能 在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人类的进步 就是工具的进步 工具的进步 那么工具就需要有个动力 所以最近马斯克就说 将来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 就是需要大量的能源 就是电力能源 因为你电脑需要电力 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所以我把这一段 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从人工具和能源 这三者的关系来讲 未来的世界 人的作用力越来越小 更多的是被工具和能源替代 如果在一万年前 农耕时候开始的话 你发现人和工具 比重都差不多 弄根木头 弄根骨头就可以种地了 但是能源 所谓能源就吃点草就完了 给生口吃点草 到工业化的时候 人的作用率还是这么多 但是工具的作用 机床的作用 蒸汽机 电动机 电脑的作用越来越多 而能源也开始增加 那么最早的能源 主要是煤炭了 后来工业化 后期呢 人还是没有变化 但是工具就更多了 电脑也有了 然后这时候呢 能源消耗也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样化 不仅仅是煤炭 还有石油 天然气 这些都有了 到人工智能时期呢 这能源更多了 就可再生能源 比方说太阳能啊 风能啊 水能啊 核能啊 传统的能源 传统的煤啊 什么这些 而且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大 所以你发现没有 人类发展的历史呢 就是工具的革命 而工具的动力一定是来自能源 这就人 能源和工具 三者的关系 我们再看啊 能源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初期呢 蒸汽机时代的能源呢 就是煤炭 到内燃机时候呢 就我们现在汽油车 柴油车 它就是石油 到了计算机电脑时代呢 它就是电力 到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说的是 说的是算力啊 那算力它消耗的也是电能 算力也是电能 还有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说说这个人工智能怎么来的 我们最早人类劳动的时候 没有文字的时候 也没什么总结 但是劳动的方式呢 有了文字以后呢 就把它总结出来 就写在书上 写在书上 你要想知道前辈是怎么生活 怎么劳动呢 你就去看书 那么最早呢 就看图书馆啊 所以要想掌握人类祖先积累的经验 就到图书馆去看 就是别人的实践总结 自从有了电脑以后 严格讲 电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才开始有的 没有 才几十年 还没到一百年 于是 个人电脑的出现 就奠定了人工智能的 最基础的一点 就是等于 每个人有个很大的书架 能把你的书架里的书 全放在电脑里 它是起的存储资料的作用 后来又有了互联网 咱们都知道互联网 普及 才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个二三十年呢 就等于你把全球各地的图书馆 都拉到你们家的电脑里了 所以相互可以检索互通 每个图书馆都连一块了 有了大数据就更不得了了 就是人类所有的记录 那么这些记录呢 不仅是图书馆 包括档案馆资料馆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大数据里查到 看见没有 这都一步一步走 走到现在 到了最后的人工智能呢 就是可以所有人类的指派的任务 可以到所有的资料库去检索 阅读选择 最后决策 这个过程就是 这样是接受人类指派的任务 就好像马一样 我刚才给大家讲 就好像骑的马 马也是听你的指挥 狗不用你指挥 狗一个眼神 那狗就领会了 对 那就叫 这个AGI 我们后面再讲 好了 所以人工智能走到今天呢 刚才看 就是说跟电脑有关系 跟互联网有关系 跟大数据有关系 当然大数据里面还有我们老说的5G 就是速度要快 速度慢不行 还有算法 算能我们有机会再说 所以人工智能的行程 我们看一下 它必须有互联网的基础 更快的运算方式 这个运输方式 这就是高速公路 我们就高铁了 比方说400公里的高铁 600公里高铁 还有云技术 云技术就是大数据 也很大的 还有大模型算法算力电力 电力消耗也很厉害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个问题 你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数据库里 所谓数据库里就是 到各个图书馆 档案馆 去看那些电子的图书 电子的文献 电子的档案 这为什么我要把国家 分成A类国家 B类国家 C类国家 比如说A类国家 是一个无神乐的国家 B类国家是相信上帝的国家 这个C类国家 比方说相信佛教的国家 以及不同文化的国家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文化不同 你的正确与错误的定义 就不一样 你比方说 有些宗教国家就认为 跟它的宗教不一样的 就是异教徒 异教徒肯定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你的数据库里 拿到这些数据来 你想人工智能给你回答 一个正确和错误的时候 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了 所以大家明白 未来的数据库 也不能找出 人类共同的正确的定义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一定是各种文化 自己的定义 这个定义 你要理解 要了解 你接受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大数据 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 包括正确与错误 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问题 所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 所以刚才讲 我其实再重复一遍 人类对这个人工智能的形成 是最早人类是实践 啥都没有 一万年前人们没文字的时候 只有实践 没有文字记录 后来有了文字记录 那么就出现 大家各种文字记录的方式 或者有些国家或者民族 他没有文字就用诗歌的方式 和于少数民族没有文字 但有诗歌来传送他们的历史 那么这些东西 有了文字就好办了 可以办图书馆 有了图书馆 那么大家去图书馆 现在少了 为什么 在电脑里就可以看到图书馆里的东西 这就是工具的进步 有了互联网 就可以看全世界的图书馆 如果你回外文的话 有了什么一季二季 三季四季传递的速度快了 那个图书馆的资料过来的也快 另外大数据 云端技术 这个就是更大的资料库去看东西 然后由于芯片算力 使得这个芯片的进步 算力算法 也就升级了 最后到了人工智能 就是我们说的AI阶段 最高阶段 就是AGI 就是我们有马 我们的工具是马变成了狗 所以最后就能不能变成狗 什么时候到呢 我们看看各种科学家的看法 所以人工智能最主要是三条 一个是算法 算法就是我怎么算 这有两个门 我进左面门还是右面门 我进了左面 右面 左面门的时候 里面会出现个什么结果 然后我再选 右面门进去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是说 你要放弃一个选择一个 这种就是算法 就我们简单去理解 就是算法 就公式 给你找出个解决方案 算力 就是你算得快不快 人家有的人会心算 买菜时候888就算出来了 你心算不好 还得拿计算机在那点 这叫算力 另外大数据 就是你算的东西 可参考的东西 以知数多不多 以知数多 你算的就快 如果未知数多 以知数少 你算的就慢 或者根本就算不出来 算了个茉莉良可的结果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三架马车 听不懂没关系 我们一块学习 另外这就出现了AGI 我们觉得狗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马了 马就是AI 人工智能 AGI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te Intelligence 那么人通用人工智能 什么时候实现呢 我们看看这些著名的 这个数字专家 奥特曼 这是OpenAI的这个CEO 他说五年内实现 另外业内的预测者呢 Jimmy Apples 他说内部其实已经实现了 英伟达CEO 黄仁雄 他说五年内实现 马克龙 马斯克 马斯克认为是 也是五年左右 2029年实现 人工智能教父 新顿认为是五年到二十年后会实现 所以大家普遍 如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呢 五年是最起码的年限 很多人说 今年就会升线AGI 那是干什么 那是圈钱的 他要弄这个忽悠的 你赶快去买这个股票 不要信这个 而且现在AI就有这个圈钱的想法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著名的一些 做这个人工智能公司 现在大家网上吵吵很凶的 叫OpenAI公司 美国的啊 看这是他的公司所在地 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很小很小公司 但是而且这里面的很多工程师呢 都是我们中国人啊 在那工作的 还有个Deep Mind Deep Mind也是很有名的啊 这也在搞啊 人工智能 好 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AGI一词最早出现在 马克股布鲁德 在1997年发表的 军事技术文章上 他定义AGI是在 复杂性和速度上 媲美或超越人脑的AI系统 但Deep Mind公司 则曾在论文中指出 即使现代机器的学习 和神经网络受到人脑的启发 也未必代表 AGI得依照人脑的模式发展 随着商城市AI的出现 AGI的定义开始转向 更加强调学习和通用的重要性 伦敦地狗理工学院教授 沙纳汉就在著作中提出 AGI是一种不专门执行特定任务的AI 而是能够学习 并执行与人类一样广泛任务的AI 而根据OpenAI 2018年的宪章定义 AGI指的是在大多数经济价值工作中 超越人类的高度自动系统 但Deep Mind论文认为这一定义有些狭隘 毕竟有许多与智慧相关的工作 并没有明确的经济价值 比如艺术和创造类的工作 Deep Mind创始人还在2023年提出了ACI 人工能力智慧的概念 更侧重于AGI能做什么 指出AGI是具有足够能力和通用性 以完成开放世界的复杂 多步骤任务的AI系统 随着AGI的发展 Deep Mind公司提出了AGI六大原则 从非AI 新手 属手 专家 大师 到超人 来对AGI进行了0到5的分级 并对每一级的AI进行了风险评估 认为第五级完全自主的AI 或许会引发AI与人类的 价值对其问题和权力的集中 讲到人工智能 我们发现美国在人工智能上面 已经在严重地卡文的脖子 从资金上 资本上 技术上 各方面都在卡文脖子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出一个矛盾的思想范围 为什么呢 首先美国的资本利益最大化 就必须要保证全球化 只有全球化美国的资本利益 才能最大化 但是呢 由于科学技术 掌握在美国手上 全世界最好的科学技术 最多的也是 所以科学技术的优势 注意 不是它赚钱 是它的保识领先地位的优势 要最大化 那必须是本头化 就是说这个科技要想 不被别人掌握 那只能拿也不去呆在 所以注意到没有 资本想全球化 科技领先的优势呢 又不能全球化 这就是美国对我们中国的政策 矛盾的两个方面 所以华尔街的想法跟拜登不一样 拜登是我科技的领先 你美中国就拿我没办法 我技术领先你就 可是资本说你技术领先 不让我到中国投资 或者你的技术不到 中国这个大市场去卖 我赚什么钱 我怎么给高科技投资 明白吗 这是矛盾的 但是现在就处在这个矛盾时期 所以你就注意到前段 什么美国的这个掌 那个掌来中国访问 干什么 有的人是想代表 科技优势领先 有的人代表资本利益最大化 大家美国人自己对华政策 就处于矛盾当中 那么高科技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 我们看看未来的信心在哪里 我坚信是在中国 为什么 我们看这两个图 这个图是2019年 就是各国大学培训的AI研究人员 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 这个是不是占的全球的比重 最多的是谁呢 是中国接近30% 第二是美国 第二是美国 第三是欧洲 第四是这个印度 那么到了2022年 我们看 中国几乎占了一半 然后美国萎缩了 欧洲也萎缩了 印度也萎缩了 这就是未来 人工智能的未来 看现在人才的培养 不是明天 是看这些人毕业以后 正好是人工智能 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那么我们算这个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 我们算算力的产业链 那么算力的产业链上游和芯片 原件部分主要是美国主导 包括荷兰的公司 也叫美国控制得很严 那么国产的替代芯片的空间 也很宽广 中油产品 服务器和网络设备 我们中国是占着全球的领军地位 但是国外的厂商 垄断了存储市场 对啊 存储市场 它占着 下游数据中心和云服务 国内市场的规模持续高涨 国外的美企 尤其美企占到行业的龙头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在加州 硅谷这一块 大家老说硅谷硅谷 就在这个旧金山附近 这个附近 有这么几个著名的高科技公司 高通 AMD 英伟达 英特尔 都在这个地区 那么我们中国的在哪呢 我们中国也在沿海 你像山东 中距 续创 还有江苏 和林 威纳 还有上海 这里也有 金盐科技 护电股份 盛宏科技 锦旺 电子 这些都是他们的什么的供应商 他们的生产内容 PCB这些东西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芯片 美国现在想搞芯片围剿中国 干什么呢 四国联盟 没中国的事 谁呢 就是美国 荷兰 日本 三方 有个 另外又把韩国加进来 所以你看见这美国 日本 韩国 甚至台湾 中国的台湾 也给加进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台湾 台积电 台积电呢 他们这个董事长 姓张的这位就说 将来这个芯片市场 可能我被迫要分成两块 一块是美国市场 一块是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本身 有美国军方的很多订单 他害怕他的订单丢掉 所以台积电呢 也跑到美国建厂去了 这台积电 在美国的工厂 另外呢 台积电呢 在中国内地 也有工厂 这就是台积电 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谁呢 这是台积电 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这个子公司呢 在美国的华盛顿 也有一个厂 也有一个厂 这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台积电 在华盛顿的厂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未来的世界 主要是工具和能源 在替代人工作 而能源未来呢 主要按照马斯克认为呢 最后缺电 是发展人工智能的障碍 国际能源署也说 到2026年呢 由于这个AI产业的耗电量 增加至少是去年的十倍 大家这个电厂要准备发展了 买发电的股 天的GPT的耗电量 是每日消耗 50多万千瓦时电力 那么这么大的量 才能供应两亿用户的需求 那么说到这个电力呢 中国又有优势了 将来的人工智能发展 我们中国清洁能源的 使用的比重和多样性 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我们看看中国的清洁能源 有新疆的 这个滤氢示范项目 有四川的 这个两河口水电站 有广东的核电 有山东的核电 就能源多元化 清洁化 可再生能源 另外呢 大家知道 既然你消耗大量的能源 就必定要产生大量的热 所以你看那个电脑散热 你的加营电器散热 是个很大问题 那么芯片也需要散热 那么它散的热怎么处理呢 有人建议是这样 将来我们用风能 太阳能 水能各方面 产生了能源以后 来供应给数据中心 我们就刚才说的 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用完的余热 放到交换器里 交换器可以给农业印 还有给这个居民用 还可以给工业用 等他们用完的冷水呢 再回来 循环使用 现在虽然人工智能 还没走这么远 但是能源的使用 中国人已经想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看能源 现在呢 能源呢 现在就是光电 这方面呢 美国的光电产业呢 发展陷入困境 因为它的目标不能实现 装机目标不能实现 关键成本居高不下 另外是他们居高不下 就愿中国说 你们这个太阳能 产能太多了 关键你太便宜了 你太便宜了 那涨价行不行啊 涨价更不行了 其实他愿意中国涨价 涨价 他就可以把美国的太阳能 地方的生产搞起来 当然是他 中国也不可能涨价了 对吧 在市场大家都要去占 那么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绿色能源 它 注意啊 现在美国的光能 就是光伏产业 就是我们说太阳能产业 也有很多企业 但我们仔细一查 这些企业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跑到美国投资的 你看啊 这有马克思雄 新墨西哥的 这是中国企业 还有澳金科技 你看这个德克萨斯州的 阿斯特 阿特斯 这都是中国的 金科能源 佛罗里达州的 南卡罗莱扎州的 耗能光电 还有陆基绿能 俄亥俄州 美国的很多光能解啊 也是中国过去投资的 那么中国在产业链呢 正好站在中间 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 是碰巧我们在全球的结构里是 加工主张是中国的长项 而资本和科技是美国的长项 能源和原料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和沙特的长项 售后服务嘛 这也是在发达国家 日本啊 德国啊 这些国家所掌握的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客就是 资本利益最大化 要全球化 但是科技领先的优势 又要本土啊 处在矛盾之中 美国打压中国的逻辑 就是高关税啊 去产业化的产业链 去中国化产业链 控制高科技流向中国 补贴美国的本地产业 也确实造成一些问题啊 我们今天没时间 就不能展开讲了 这个不讲了 那么但是呢 美国的复兴计划 我们可以说一下 扶持本地产业啊 美国优先美元为主 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另外是搞小院高墙 对中国坚持技术风险 最重要是 他现在联合盟友 搞战略合作 所谓日本韩国啊 他把这个芯片呢 控制在 包括荷兰啊 都在压在手上 防止中国走到科技的高端 好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